我身邊那些玩攝影一段時間的大佬 幾乎人手一直穩定器 除了拍攝出來的畫面很穩很順很濕滑之外 還看起來很酷很高大上 但是如果你是卡片機或是微單 像是Sony的A6400或者是ZB1 你不覺得你裝在這個上面看起來很滑稽嗎 消費及穩定器的市場龍頭是 DJI 我想這句話應該沒有人會喊口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攝影新手 你的相機加鏡頭也就一公斤出頭 他們這兩年發布的RS2系列 RS2、RS-C2然後RS3系列、RS3跟RS3 Pro 對你來說可能真的有點牛刀載機了 所以他們發布了這台 DJI RS3 Mini 它是真的很小而且很輕 大概800多克 就是因為它有兩種模式 可以橫拍、可以速拍 你如果速拍的話 大概是795吧 然後如果是橫拍的話 大概800、850左右 反正它是我目前所有相機穩定器裡面最輕的了 RS3 Mini可以負重兩公斤左右的機器 A7S3加上1635GM 我測試上去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所以微單就更不用說了 妥妥的沒毛病 它搭載跟Pro版本一樣的RS第三代真聞算法 所以不管你是推進、環繞、甚至是跟著跑 它都可以任憑風浪期 穩坐釣魚船 畢竟今年都2023年了 所以無線藍牙快門的功能也一起被下放放到了RS3 Mini上面 不用接線可以控制你相機的這一點 真的是 Once Go Black Never Go Black 更棒的是它新台幣只要9290元的這個價格 它居然還給了一個1.4吋的彩色觸控螢幕 你要知道上一代的RS-C2的螢幕都還是黑白的 不過很可惜在RS3跟RS3 Pro身上可以看到的自動走鎖功能 改回了手中走鎖 外觀也不是紅邊的設計 就是標準的如影家族的Skin 上面有如影的Logo 然後也不可以接圖傳 但是只賣9290元 你還要啥自行車 是吧 目前DJ他們自己家的穩定器產品線裡面 我覺得跟RS3 Mini比較接近的 就是價格比較接近 然後定位比較接近的應該就是這一台 應該有三年了吧 這台如影SC 他們負重都是2公斤 我個人甚至覺得Mini應該可以算是SC的迭代更新吧 因為Mini更小 然後重量更輕 功能也更先進 更多樣化 然後演算法也是最新的 真文算法是第三代的 甚至還可以支持原生的素拍 不用再去額外買L版或兔龍 快裝版的部分 它也從單層的快裝版變成了雙層快裝版 它甚至還很貼心的設計的擋邊 你如果是用微單的話 你就不用再害怕移動的過程中 或運鏡的過程中你的相機會滑鬆 收納的部分它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長這個樣子 你只要把它固定好之後 你轉場 你到現場的時候不用再重新調屏 打開就可以直接繼續使用 那如果你要收包包的話 你最小可以把它用到這麼小 超小 就直接把包包裡面一塞 你就可以出門了 但有兩個地方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這一次DJI會這樣設計 第一個是 RS3 mini的電池不能拆協 RS3 mini的極限續航時間是10個小時左右 充滿電大概要兩個半小時 Ruin SC也差不多 但它的電池是可以拆換的 沒電就直接換另外一顆 直接繼續拍 再來是 Mini的NATO拓展也只有一個 以往幾乎每一台DJI的穩定器上面都是兩個 我猜會這樣設計的原因 我猜啦 它的產品定位的受眾是微單的使用者 或者是那些喜歡輕便出遊拍攝的自媒體創作人 或者是旅拍達人等等之類的 一般來說在外面拍攝VLOG 一整天的拍攝時間不會太長 你10個小時真的是滿極限的 所以電量上面應該是足夠使用 然後因為要輕便嘛 所以他們也不會裝那麼多的配件 所以可能也不需要這麼多的拓展 我猜啦 就是以我自己最近來說好了 因為我會拍我小子女嘛 我會拍我家家人的生活VLOG 我通常都是用Mini的 就是因為它真的很輕很方便很好攜帶 我如果今天出去 我還要就是雙手持 然後還要裝監視器 就反而我拍VLOG不會這樣做 我工作才會那樣轉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追求輕便品質拍攝的人 RS3 Mini絕對是新台幣1萬元以內 性價比算是最高的選擇了 3C科技攝影產品 我一向都是推薦買新不買舊 可是如果你現在真的是預算有限 可是你剛需立馬必須現在立刻 就要有一台穩定器的話 Ruin SE也還算是堪用 畢竟價格擺在那地方 它就是真的更便宜一點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它真的比較老 老蠻多 它算法比較舊 然後也比較重 然後也比較大值 所以你自己做選擇 沒有一定 對 你自己看了辦 老闆 怎樣 那個微單上穩定器 畫面不就也是長那樣 長哪樣 就從原本很晃很醜 變成很穩 還是很醜 誰跟你講微單拍出來一定很醜 不是嗎 ZV拍出來也可以很好看好不好 是嗎 器材一點都不重要 這句話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謊言 有些人跟你講說用手機也可以拍電影啊 但是手機連接的那些配件 那些給額外裝上去的鏡頭 現場的燈光美術 難道就不算器材嗎 但器材真的重要嗎 是 但也不是 一部影片的品質好不好 跟它故事的精彩程度 畫面的呈現方式 節奏的氛圍帶動 還有技術的發揮展現 甚至美術的精緻與否 都有很大的相關 你不需要永遠都去買最貴的產品 最貴的不一定最適合你 Overkill它就是一種浪費而已 現階段可以負擔 然後它可以陪伴你一段 比較長的成長時間的這個產品 才會是最正確的選擇 雖然我都講就這個價格下 還想要撒自行車嘛 剛剛也跟你講了 它少了些什麼東西了嘛 但我還是稍微再提一點點東西 負重2公斤 你基本上上A7S3 不裝兔龍 然後裝2470 GM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 2470 GM 很難調平 因為它很長 然後 會刻碰到壁軸 所以我還是不會推薦大家 去撐到它的極限 你如果想要真的很穩的話 基本上微單 然後配小顆一點的鏡頭 比如騰龍的 或者是20mm f1.8G 那顆小小的 50mm的那顆GM 我覺得應該也還可以 反正我測試1635 GM 上去是沒有太大毛病的 除非在極限的 撫養的情況下 可能會沒力 但其他時間它是妥妥的 但如果你真的很想上2470 買GM二代 但這就不是一個 剛接觸攝影的人 應該買的東西了吧 對 就是 它的定位就是FOR 想要追求輕便拍攝 然後有高品質的 穩定效果的人 的好選擇 就這樣 然後這段會不會在下面留言 買的不會用 有聽沒有懂 都留言 模型美 我們下次見